他为推动华文教育奔走不息 他为传播中华文化不宜人力 把泰国的华校带动起来 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他是中国国家级奖项 中华之光的荣誉者 他是海外华文教育的重量级人物 他是泰国学生心目中和蔼可亲的两兵主席 这天上午 梁冰来到泰国北岚公立陪华学校走访市场 梁冰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 顶期走访泰国境内的华校是他平时常规工作之一 陪华学校创立至今已有65年 这所华校对梁冰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这是梁冰出资创立的第一所华文学校 从当年在城隍庙里办学 仅有20多名学生 到如今已拥有幼儿园小学 初中2000多名学生 偌大的一个学校 梁冰从操场 教室 到会议厅 礼堂 都要一一一起视察 询问敬意 他们进度是很快的 不过我这人比较直 遇到意义问题马上我就批评 今年84岁高龄的梁冰依然步履矫健 我要靠自己 我们中国人对老人要搀扶 我一直不让人家搀扶 为什么 你让他搀扶了我就有个依赖 那么如果没人搀扶我就倒下去 所以我一直还是坚持 我自己能走到最好 记得你们这个蟹的蟹蟹 不要吓吓啊 蟹蟹说说 然后不如是蟹 大声说 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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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字这里变成鱼斗 结在一起不能分开 变成两个字 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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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而来的 只许每次到学校里面去参观 或者是访问 他都会带一些小礼品 然后进入教室 去指导老师 指导孩子们的教学和学习 完了以后他认为 孩子是表扬出来的 不是批评出来的 所以他就会给 答对的小朋友们 学生们 送上他进行准备的礼物 主要看孩子学习的情况 学校的教师队伍 会问教师队伍 还有了解他们学校的经济情况 我自己想 我认为多看望他们 就能多了解他们 结束了在培华学校的行程 梁冰要马不停蹄地赶往一百多公里外的另一所华校 泰国巴提亚明满学校 明满学校是巴提亚当地最大的学校之一 涵盖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中泰教育 在以梁冰为主导的华人支持下 明满学校教育设施完善 办学出色 梁冰说这是他最大的欣喜 游泰国巴提亚明满学校 是条运少年 禁书去的歌手 平安利 哦 她比今年刚刚来的 剛剛来泰文 中国都是刚刚才学的 是吗 哦 太恶式了 那个汤 嘴嘴 我每次看到他们这么开心 我也开心 回到今晚上 我能睡得好觉 梁冰祖籍广东顺格 是泰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华人 现任泰国华文名校协会主席 一直以来 他都在尽一切可能 维系并联络泰国境内的 120多所华文学校 只要关乎华文教育的 势必轻力轻为 出钱出力 大家都说 不论发生什么事 只要有梁冰主席在 就会觉得安心 像十米的心一样 他对这个华教 就是每个学校 就不只是我们的学校 对这个华教都是非常关注 非常关心 或者我们有什么活动 有关于这个 这个华文的 那个项目各方面的 好像看雨桥啊 或者什么 我们搞个名满杯 中文各方面的比赛 你打电话 他每一次都答应 每一次都来 都来大力支持我们 投身华文教育六十载 梁冰一直致力于 弘扬与推广中华文化 多次促成 中泰两国之间 各艺术团体的互相来往 成为中泰文化传播的 民间使者 对教育有卓业贡献 金章奖 佛教文化教育奖 华文教育杰出人事奖 热心海外华文教育杰出人事奖 数不清的奖章 奖顿都记载着 梁冰的付出与贡献 2013年一时 梁冰荣因中国政府首届 中华之光 传播中华文化人物奖 当他从中国乔连副主席 乔卫手中接过奖杯时 全场响起了雷宁般的掌声 人们对这个年过八旬的 娇小女子和他的卓越贡献 由衷地感到惊叹和敬佩 继续为传播中华文化而努力 在梁冰身上 对知识的追求 对艺术的热爱 对教育的向往 仿佛与生俱来 我爸妈在的时候 我那还很小 我根本没有让我读书的 我个个读 我没读 因为我妈妈认为 女人无才便是德 不让我读书 那我为什么 后来我进学校 我会一进就进二年级 因为我的弟弟 他上了学 他读过的书 晚上回来念词 我偷偷瞄着看 我暗中的去记下来 还有自己把我的零用钱 租那个公仔书来翻看 翻看翻看 就看图认知 然后呢 有些字我不懂 他叫亲戚朋友 什么有亲戚朋友 亲戚我懂了 因为父亲母亲读过了 朋友在二年级读了 这个其实很难 是什么字 就用猜想 可能吧 是亲戚朋友 是有些字 是我自己猜出来的 我从小就自己爱学习 妈妈不让我看见书 我妈妈看见我看见公仔书 一拿着就扔在那个火炉里烧掉 因为无必看书 要我从小就要做扫地 洗碗 做菜 煮饭 女人就是在工作 晚上看书 怎么看 怕妈妈看见我看书 我把那个灯 用黑布围起来 书放在底下 晚上偷偷看 生活的磨难 并没有将当年 这个倔强的小女孩达到 不堪回首的佣人经历 也更令她深切地渴望学习 通过学习 走出人生的困境 我爸爸去世后吧 妈妈为了要带我的哥哥回去找我的老祖母 所以没有钱 就把我抵押给一个三姨太 一个富家人 让我在那边当容人 他借了钱他才能回去 我就在那边干活 那家人是一个大户人家 他们的孙儿一共有九个 连同他的儿子跟媳妇就十一个 每天早上我要折棉被 那个被子 右被 最少十一张 我竟然拉来拉去 拉到累了 自己就倒在那个被子上睡着 被人家打屁股打醒了 那个一旦他出门 我要跟他绑那个鞋带 他晚上回来十一二点 我爸爸为他捶药 捶到他睡着了 我就倒在他床前睡 不止打 打了 把我绑着 困在后院子里面 那个压疗啊 养压的那些地方 站整天 不让你去玩 真的 一个小孩 三四岁的小孩 我对妈妈是抛弃了我了 放在一个 仆人的家里 我当容 辛苦的不要紧 但是到处要说 人家欺负 像 我的命为什么这么苦 我一直要想 为自己 找个答案 为什么他们这么幸福 我要怎么样 那我才能收获得好 梁冰骨子里 有一股不服输 不认命的劲儿 对各种知识 他都有强烈的求知欲 只要他想学习的东西 他都会反复地去思考和研究 像我跳舞嘛 我不会跳 我一直 虚心地看别人 不嫉妒人家 看人家怎么练 怎么排 我就一步一举一动地学习 有时候练了一首歌 我会半夜起来 做一个动作 这个表情看对不对 所以我整晚 有时候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 人家老人才失眠 我是穷年轻的失眠 钻研的精神 刻苦地努力 再加上过人的天赋 梁冰终于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舞台 年少的梁冰 反报年龄 考取教师证 成为一名华校教师 一干就是十五年 但由于家庭的缘故 三十岁时 他离开了自己热爱的事业 开始经商 我这个人 可以说很绝强 因为只帮家里做生意 自己没有出事 刚好有朋友在养虾 要求我 要我投资 跟他们合作 结果也投资合作 搞那虾场 那房间是 刚好一个人睡 是木板的 上面是前板 前板 那个房间 隔的是很薄的 那木片 一踩就掉下来的 我住在那种地方去 是很危险的 我的朋友 曾经去看我的时候 梁冰 你疯了 他们说 怎么疯了 你看你的家子 房子建的那么好 你不住 你跑到这里来 我是要体验人生 我在里面住了差不多一年 在艰苦打拼事业的同时 梁冰 仍心系华教 一次 泰国华校联谊会的活动 令他再次坚定决心 为泰国华文教育的发展 继续贡献力量 我交过书之后 但是某个家庭我放弃了 我做生意 做了买卖 但是做了买卖后 看见 也有人邀请我 参加泰国华校联谊会 要我参加那个联谊会 参加后我就觉得 我们教学上还有很多问题 还有很多人来帮助 把这个教学改进 所以我依然的自己 也自动的参加 这个教学工作 在传统的华文教学方法上 学校多注重读写 但梁冰认为 应该采用演艺小品的方式 让学生从故事情景中 去了解词语的意义 才能真正的用华文 去表达出自己的感情 为了解词语的意义 超书 写背书 或者讲故事 我认为项目太少 我要他加入一项 一定要有小品演出 为什么要小品呢 小品里面有内容 有故事 孩子们才了解 那故事的内容 才能发出他内心的感情 2015年6月7日 由梁冰发起 泰国华文宁校协会主办的 泰国中小学生 中华才艺演出 在曼谷中国文化中心成功举办 活动同时庆祝中泰建交40周年 和泰王国施灵通公主60岁华旦 中国驻泰大使宁富贵 泰国前教育部长扎多隆 等中泰官员 众泰华名流 各界人士出席观看 来自泰国 时无所华校的精彩表演 获得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和高度评价 据不完全统计 梁冰近年来 在华文教育的捐资已预7000万柱 这相当于人民币1000多万元 除了对华校的资助 凡泰国发生的水灾 与中国发生的地震灾害等 梁冰均在第一时间慷慨解难 对自己究竟捐了多少钱 梁冰说他自己也不清楚 你问我一共花了多少 我记不得 我不想记 我这个人不是很富有 但是你看我花钱的时候 人家怀疑说 我的钱从哪里来 全部是我自己决省下来 我赚到的 我决省下来 我的先生他对我这方面 他并完全没有对我有意见 因为我的先生 他也很爱他的家乡 梁冰常说 助人为乐 心情好就不会老 对同样出生于穷苦家庭的孩子 他有着更多的怜悯之心 他说不希望他们由于经济原因 而放弃学习 因为我从小受过苦 所以我对穷苦的家庭 穷苦的孩子 我特别安心 特别关怀他们 梁冰的无私付出与奉献 学生们也都感受到了 每逢过年的时候 他们都会运用自己学到的华文 给他们的梁冰主席 集合卡 我去法文的时候 不会说 不会听 不会写 我就把他们的法文 然后把他们的老师 召集在一起 开个会讨论 对他们提出意见 提了意见后 他们就每一年你看 孩子们自己亲着发 自己亲着写的 看连篇送给我 表示他们现在会写 会讲 很开心 每年他们都送来 我准备最近找个机会 去看看他们 我拿到了 有谁有问题的 我放在我的书包里了 准备随时拿去给他们看 指出哪个知错 六十几年来 如一日地专心办教育 做慈善 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 在一直推动着他 梁冰说 都只因为他有一颗爱国的心 我从小 我爸爸也是一个很爱国的华侨 我记得我看见一张相片 集体照片 我爸爸死后 我妈妈告诉我 你爸爸和你 就是那个 季兰产案 他向外边跟着 捐款来救救国内 我看见我爸爸这么爱国 我也有这种爱国心 目前 华文教育在泰国 得到蓬勃发展 但在过去百年时间内 泰国华文教育 却经过极为艰难 而曲折的历程 甚至有多次被当局限制 乃至禁止的暗淡时期 回顾起刚开始 泰国的华文教育情况 梁冰感慨万千 他说 当时的环境非常严苛与艰难 但爱国的老华侨们都十分支持自己的子女 学习华文 参加华文教育的时候 是相当困难的 尤其我开始在教课的时候 那时候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很严格 连写字都不用用红笔写的 红纸也不能用 都是红的就不行 那么尤其我教歌 我教什么歌 全世界人民心一条 歌唱祖国 这些 所以我被那些特务注意到了 他们本来要捕捉我的 但是因为朋友 他们帮助 所以我逃出来了 我当时进了一个是个农村 农村都是老华侨 他们都很爱国的 他们愿意他们还是在那边读 如今 梁冰和其他华界人士 共同推动着 泰国华文教育的发展进程 形成了如今 泰国社会持续不断 学习中文热潮的大好学面 他说 虽然目前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他深信 华文教育在泰国的发展 将会越来越好 要努力的 还有 应该很多 也就要我们这里 本土老师缺少 我们应该努力培养 新的实质人才 我尽量 跟各个学生说 应该在你们校里面 那些高中生 好的人才 资助他 去生肖 把这些 资助了他 让他回来 母校 助教 这样才有望 希望 泰国 我不敢说 很好 但是我们尽量地努力做 一介女子 却是泰国 瞧见栋梁 不劳相问 对祖国 仍一片冰心 风华正冒时 中华之光 组委会 为良冰写下的颁奖词 也正是 对他平生的真实写照 如今 年过八旬的他 仍不停地奔走于国内外 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 交流会 走访考察 各地学校 不遗余力地 为华文教育的发展 做出更多贡献 把泰国的华校带动起来 让孩子们 有更好的学习机会 孩子 给他们最大的教育 就重要 他们学到了 放在他们自己脑子里 抢也抢不掉 骗也骗不掉 这就是他们的本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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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吃不完 我有时候还采了给一些朋友 做个菜 广东菜 梁冰说 用心工作 用心生活 工作的时候 想见华文教育事业的蓬勃未来 就感觉浑身是尽 回到家里用心种菜 用心炒自己种的菜 与家人共享天伦 与老友叙旧艳乐 享受生活 享受人生 对事业 对生活 对未来 梁冰依然热情十足 信心满满 之后 是的 营 searching 什么 谢谢大家